你有没有什么自己做的 手工的东西展示一下 给我们看一看 有的 这个是我做的一个铁线花 然后当时是拿铁丝 然后一圈一圈一圈绕的 然后当时是做的 能有一百多个 然后插成了这么一束花 这个的话就是我的手工纸模 然后我是通过3D软件 然后做成一个3D模型 把它拆分成平面 然后导入到纸模软件当中 然后再裁切 然后再粘合 变成一个立体的手工摆件 这个是 这个的话 是我自己手磨的一个木簪 因为我就是 汉服用得着的 不是 这个是想送给女朋友的 因为木簪的话 在古代的含义 不是定情的信物吗 当时是想送给女朋友的 然后没送出去 今天我也把它带到现场了 那得头发多才能 哎呦 哎呦 姜欣 我跟男嘉宾 其实挺多共通之处的 因为我本身是开 汉服体验馆的嘛 然后从小就非常喜欢汉服 包括我也很喜欢做手工 我曾经用木头打了一个 木制的那种梳妆架 就是里面可以放各种首饰 然后也自己做过很多荷包啊 书签之类的那种手工 都有做过很多的 然后还有一个 跟男嘉宾很像的 就是我也是一个 不太会生气的人 哪怕你的气 已经感觉已经拱上头了 但是别人说两句好听的 我的气马上就下来了那种人 对 所以可以多多关注我 谢谢 可以的